MPU-6050 MPU-6050是一款集成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传感器 它具有很高的精度 可以同时测量并输出XYZ方向上的数值 这是传感器的外观 其中的芯片就是传感器器件 它安装在CLIBO C6双腿之间 它有8个管角 1、2管角接正5V电源 管角3和4分别为SCL端和SDA端 分别与Arduino的SCL和SDA端相连 MPU-6050使用I平方C总线控制并输出数据 而Arduino完全兼容这种总线形式 只要在程序开始 声明Wire.h库文件 Arduino的管角A4和A5 也就是SDA和SCL端 就可以与I方C器件进行通信 而MPU-6050在I方C总线上的地址为0x68 0x代表68是一个16进之数 于是声明一个变量MPU下横线 Adder指向68这个地址 也就是MPU-6050的地址 要启动I方C通信 先用Begin函数来启动 接着函数Begin Transmission中的参数 即MPU-6050在总线上的地址 将启动向该地址上的器件发送数据 通过函数Wire把0x6B写到了MPU-6050 而0x6B是MPU-6050的电源管理寄存器 其中有一个位控制着器件是否在睡眠模式 需要由Wire写0去关闭MPU-6050的睡眠模式 也就是唤醒它开始准备加速度和陀螺仪的数据 这几步操作后 通过End Transmission函数来结束Arduino 与MPU-6050的前期准备工作 此时的MPU-6050已经准备好 随时向Arduino发送数据了 每执行一次循环函数 MPU-6050的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都将被读取一次 并在串口监视器上显示 首先还是由Begin Transmission函数 启动与MPU-6050的通信 然后访问它的0x3B地址 也就是保存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的起始地址 音乐 以此为起点 直到0x48共计14个字节的空间上 依次保存的是带读取的加速度X方向 Y方向 Z方向 温度 陀螺仪X方向 Y方向 Z方向 共7种数据 于是 于是 由RequestForm函数向MPU-6050索取数据 这一操作完成后 执行Read函数 就从0x38上开始读取数据 由于所有的7种数据 由于所有的7种数据共有14个字节 才能得到完整的数据 才能得到完整的数据 于是使用了左移位操作符 和或运算 通过两个Read函数 一次性读出 并将高位数据和低位数据组合 然后复制给变量 7种数据都按这个方法读取 于是在7个变量中 获得了传感器的实测数据 最后 把这7个变量在串口监视器中显示 我们就能看到MPU-6050送来的实时测量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